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旗 新卫 二连性 白旗是新小木 高挂 白旗拖 这个是很普通的定式 而且这个定式不管黑方白方也是阿尔法喜欢下的一个定式 白旗占据了脚地 黑旗阿尔法的话从来不会下这样的拆 不管这边是黑子也好或者甚至是白子 是白子的话它可能挂脚 黑子的话呢也是寻求一些效率更高的下法 在它这个五十盘里面应该是没有看到过 黑旗就最后一部利尔柴三的 这旗黑旗走在这儿 大飞 照顾这边的同时也照顾了脚上 这旗下到这儿呢跟我们就是人类的布局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人这么下也很正常 下一步呢 点三三 这部旗在现在来讲也是非常 非常流行 很受欢迎 这以前的观念的话 可能会在这里分头或者挂脚之类的 直接点三三 这个是在这么早的时候 黑旗两边还没有子的时候 点三三 这也是我们人类棋手 就是说 这个可以说 阿尔法开拓了我们人类棋手的思路 当这边很正常 因为黑旗现在要发展这一代 白旗那爬 黑的飞 飞也是一个阿尔法特别喜欢用的下法 如果你搬的话 最普通的是搬 这个局部 如果搬呢 白旗大概就爬两下 再爬一下是 再爬一下为了避免黑旗拐下来之后 逼白旗搬站 爬两下 虽然黑旗 建成了一个可以说非常结实的城墙 但是这边这个好点被白旗先占 这个外式被白旗占了这一点呢 它的作用也要打很大的折扣 如果这个点我们换一个黑字看一下 如果是黑旗的话 那这个就相当壮观 也就是说如果搬的话会落后手 这个好点被白旗占据 那么现在黑旗 实战飞 白旗这个脚要活 所以呢 顶 再搬 局部这个下法是阿尔法 它自战里面出现的非常多的一个 一个可以说有点像定式一样的东西 黑的如果再走那么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图大同小异 如果这种普通的长 这个好点又被白旗占据了 黑旗这个外式要想发挥的话收到一定限制 那么所以现在黑旗脱线 先抢占这个大厂 好 这样的话这外式和边上的子配合更容易发挥它的潜力 将来如果有机会再长过来的话呢 它就比较壮观 有配合 旗子之间配合很好 白旗这时候 白旗这时候可以考虑的下法呢 大致比如说你不走我走 打吃立下来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下法 那么或者在这一带 比如说拖进入黑旗的大模样 那么实战选择了尖冲 浅销 尖冲在这里 这当然也是很合理的 黑旗这里 黑旗这地方可以说规模很大 白旗这样的限制黑旗 比如说 如果黑旗在这一带 这一带再走一手 走一步的话呢 也是相当可观的 尖冲 也比较合理 贴 跳 长 这都很正常 普通的想法呢 大概是沾上 挡下去也很大 比如说黑旗飞的话呢 白旗在拐之类的 这大概是比较普通的想法 现在呢 白的下的比较灵活 脱线了 打入在这里 打入这个 这地方脱线呢 可以说脱线也没什么了不起 黑旗对白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手段 大概除了冲也没有别的想法 冲呢 白旗比方说就跳一跳 要围住的话呢 也就是限制在四路 把黑旗先手限制在四路 那么这边用该白的走 脚上可以拖进去 这边可以飞过来 上边的空能也有限 所以白旗拖线 打入 黑的呢 小剑 把脚地先牢牢的守住 同时呢 也进攻这个白旗 这地方如果不走的话 白旗比方说 拖进去 这一类的手段 可以扩大自己的眼位 同时呢 削减黑旗的湿地 所以这不起也很大 白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再粘回来 有点飞 这都算 这都应该算是 很正常的定型吧 正常的定型 这时候呢 白旗点三三 试黑 试探一下黑旗的应手 如果黑旗挡在这 那么白的将来有这种拖的味道 被拖 如果黑的搬里面 那么白旗退先手 对这个子 作严很有好处 黑的实地 也被挤压了一些 如果你搬这个的话 白旗一退 这边要断 脚上要活旗 它残留有这样的手段 如果黑旗吃在这呢 白的也可能会残留着其他的 脚上还有其他的味道 可能一时之间吃不干净 比如说冲完刺一下 如果是先手能刺到的话 白旗挡在这里 黑旗吃起来味道 脚上味道有点怪 那么黑旗挡这个或者尖这个 都有它不舒服的地方 也得一看 你让我不舒服 索性我不理你 脱先了 点散散 把这个脚给点了 好 白旗打 爬 单长 单长可以说也是一个抢先手的下方 黑的如果爬的话 白旗大概只也是搬一下 搬一下也可能脱先了 黑旗实战的飞 好 白的 走这个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波旗 这波旗大致意图呢 就是加 这三个子比较弱 现在这三个白子比较弱 白旗这波旗呢 很明显有加强它的作用 但走在这个地方这感觉挺奇特的 一般的感觉黑旗往这走一步也是很有价值的 走过来限制白旗这边 同时进攻黑旗 进攻白旗这三个子 但白的往这走一个凑黑旗走出来 一般人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就是挺有意思的一波旗 之后呢 再往前跳 一般我们可能想到直接往前走 这块既然弱就直接往前走 它往这走一个 跟黑旗这个交换 白旗 白旗这一方 显然它也不觉得亏 再跳 黑的那刺 刺在这个地方 白的当然要把这期长 黑旗一边给白旗中辅这几个子施加压力 它主要意图还是要进攻这一颗 这个白子现在 有点麻烦 就是黑旗把它出路给断 白的下的确实也 它就这么跳一跳 也不想着这个子要不要去 比如说飞啊 或者往外出头 往外出头呢 倒是可能担心黑旗出来以后 两边白旗有点难以两全的感觉 但是飞这个不知道怎么样 白的就 中间 很悠闲的跳了两步 黑旗呢 分段白旗 拐 黑的飞 白旗就把这个子 基本上可以说弃掉 当然弃掉呢 这颗子脚上还有一些手段 比如说重刺 然后脚上可以活 然后飞着 这个 二法对于中辅的这个 对于中辅它的价值 可能有一些 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它就这么走一走 突然之间觉得 白旗中辅好像 刚才的三个子 白旗的姑旗 现在隐隐约约好像中辅要围成一点 要围成一点空 而且还有一些潜力这种感觉 可以等着跳 这步旗很大 跳这个 白旗一间点 我们来看一下 正常情况下的 画黑旗来自 更着硬 这硬完以后 中辅隐隐约约白的 似乎要围成 围成一块还蛮可观的 这个 一块空 突然之间这个三个箍子变成一个白旗的势力了 这也是可能它看到了一些我们不容易看到的东西 在这步旗之前 好 尖顶的时候呢 黑旗是 掉在这儿 挺有意思 它大致是试一下硬手 如果白的这样硬 那么当然这地方 黑旗马上就冲断 很可能现在就冲断跟白旗作战 直接站出来以后 白旗中辅的这个潜力就烟消云散 如果白旗接住的话 那么黑旗将来可以往回跳 往回跳的话 等于从这儿跳出来的话 白的也不好连 跳的话还有冲断 试一下白旗怎么走 如果比方说白的在这边 黑的跟着硬 白旗子越走越多的话 黑旗将来再走 恐怕这个战斗起来 黑旗就比较吃力了 白旗的旗子越来越多 黑旗肯定越来越吃力 所以黑的 趁现在 问问你走哪 让白旗后视的沾上 这个跳虽然非常大 但是这边情况也很紧急 这要被白旗扳下来的话 黑旗这个脚损失也是巨大 所以呢 黑旗再试一下硬手之后 再搬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 比方说 白旗还照我们刚才说的那样走的话 可以得把这个跳过来 分段白旗两边 如果能分段白旗 对于黑旗来说肯定是破白旗中复潜力一个最好的方式 好 护一下 可以得沾上 之后呢 白的冲 这个当然要打 刺一下 刺到这一下呢 脚上这个子就可以活得比较舒服 这个黑旗除了沾之外 应该也没有太好的选择 所以沾上 沾上之后 白旗并没有急于火角 如果现在白的火角 这个被黑旗跳过来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白旗中复的潜力 恐怕又要变成两边 这白的不太好处理 这连是连不上 黑旗一定要冲断 这样的黑旗还可以靠断 摆得变薄了 所以呢 白旗是飞这个 这是价值很大的一手旗 飞在这 如果能把这个子吃下来 木术本身相当可观 而且呢 飞把自己两边连上 同时对黑旗这块也有 有一定压力 黑旗现在如果来吃白旗脚上 那白的从这边飞过来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 或者贴一下 跳下来 黑的要从价值非常低的地方去联络 这是很难受的事情 黑的要在上边 这个很窄的地方去坐眼 而白旗呢 这么宽广的地方 坐起比如说断打之类的 中复有可能一下就围成一块锯孔 所以白旗废 黑的也顾不上去吃白旗的脚 那么黑的呢 挡一个加强 这块很大 白的如果再走过来的话 黑的一定是要出来 就避免了黑旗在这么小的地方走一手 也避免了白旗连边带中府围起来 那么黑的既然走了这个 白旗先手加强了中府 那么火脚当然也是非常大的 一起跳 把这颗子彻底控制住 同时呢扩张这块 飞一下 跳出来 这个只要想要想这样活呢 就很困难 这眼位明显不足 所以点在这 黑的尖一下先手便宜 白旗挡住 挡住把脚活了 黑的飞 这其飞呢比挡强一些 如果挡的话白旗扳 黑旗还得挡 白的虎 等于多倍白旗利用了几下 如果不敢打劫的话呢 白旗 断了这两颗子 坐眼 对坐眼很有好处 眼型就比较丰富 但甚至不是直接坐眼 有可能断打了跟黑旗作战 那么飞在这的话 你只能先手利用到一下 把这个先手的话 比刚才的眼位要差一些 白的这时候如果单纯想逃跑 想逃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黑旗比如说紧凑地扳下来 打这个还是先手 扳也是先手 黑旗可以选择这两个先手 就打掉 我们可以看到白旗非常危险 这有可能被黑旗卷进去全杀掉 所以白旗现在也 也不是单纯的自己逃 他要揪住黑旗的弱点 先把黑的断开 长头白旗停 把黑的拐下来 拐下来非常大 这地方如果被白旗爬一下的话 白的脚上彻底活舒服 黑旗这三个子 将来白旗还有种种借用 黑的拐了之后白的斑粘是必须的 否则被黑旗搬粘 黑旗局部一立 白旗就没活了 斑粘的话白旗也只能立这个 这还是一个打结火 这脚上是打结火 所以白旗为了脚上的安全 必须搬粘 黑旗跳也是必然立手 这其实如果不在这的话 被白旗这一靠 这很难受 不能搬 搬白旗拐线锁就要断 那如果只能从下边过的话呢 白的这还有这一类的先手 所以黑旗会非常难过 所以一定要走这个 那么走这个的弱点呢 是二路加 二路加 黑的如果要阻度立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白旗顶先手 搬先手 就这样贴一贴什么的 这块应该很容易就处理了 白旗断打的目的 并不是一定要吃黑旗 或者怎么样 它关键是要处理这个字 黑旗看到立下来 白旗也很容易处理 也没什么意思 那么如果不立下来 比方说黑的如果这么下 也不好办 白旗断打 这个 白旗先手提掉这颗子 价值还是很大 黑旗这个打拔变后手 白的再在这一带走过来 可以看到吃这个子 吃得非常小 还留有一点鱼味 没吃干净 白旗将来就算上边走一走 就连一连 中府非常可观 黑旗都走在价值小的地方 又不肯被白旗先手吃掉 这个子立下来呢 又觉得攻不到白旗 所以这时候 黑旗是拖线 转战中府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拖线先冲断 白旗如果这样打呢 当然不可 被黑的一场中府的潜力全没了 所以白旗长 黑旗一贴出来 贴出来跟白旗作战 这边的保留变化 保留变化呢 黑旗将来可能会有 比方说在这一带 有可能会在这边的战斗当中 借用到这个的话 再立下来就把白旗全杀了 贴出来 白旗在黑旗冲断之后 就先冲一下 先冲一下 问问黑旗印手 你是挡呢 还是走什么 不知道中府 他看到了什么变化 在这个时候冲一下 黑旗是印在这里 贴在这 这时候白旗再长 黑的贴 跳 中府杀出来 白旗是封不住黑旗的 这个地方 黑旗虎 虎一个这有断打的吃掉 封不住 白旗长 黑的贴 摆得半 中府形成战斗 这时候呢 黑旗断这个 断这个利丝显然是要斑 现在黑的如果斑的话 是不行的 被白旗断死 如果你现在断打 再断的话呢 白旗就熟胡打一下 很熟的胡打一下 再冲出来 虽然你可以滚包啊 什么的 比较过瘾 可以说黑的可以过一下瘾 但是 这个 中府被吃掉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中府如果被吃掉的话呢 这个黑的 黑的还是损失太大 所以黑的这样是不行的 不能斑 那么黑旗又不肯弯 所以断这个 其实我觉得黑旗就弯出来也没什么 这白旗也封不住 黑旗 非这个的话 白旗外边自身的断点还是挺多的 自身的毛病还是挺多的 白旗是可以说吃不住黑旗 黑旗断这个 断这个的话呢 问问白旗怎么硬 白旗如果 如果现在走这个的话 黑的就不斑这一下 不斑这一下 这个白的如果 比方说这么大吃的话 黑旗这个长线 这么大吃起来不行 断在这里 白旗当然是霜在这 霜在这呢 一方面就这两个子 同时这个冲也非常大 黑旗斑 现在可以顺利的搬出来了 但是呢 是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 那么这个代价就是白旗这一冲 白的这一冲 黑的拐 这两个子 迄今被白旗吃掉 这两个子价值还是很大的 白旗吃掉之后就都厚了 那么这两个子一旦被白旗吃掉 黑旗这个中斧逃出来的意义总感觉不是特别大 现在如果如果要连的话呢 也可以说不太敢连 这个被白旗避住 这边本身就很危险 然后那块还要还要去逃中斧的白旗有这个挖断 白的也还是有眼形 这里还可以跳出来 要想杀白旗这块也不容易 所以黑旗拐这个 白旗把两个子吃 旗经吃进来 然后呢黑的贴 这要是被白的也拐的话 黑旗就彻底的走一串单冠 没有意义了 所以贴 白的挖一下 顶翅 这个粘在这里紧一气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处 顶翅在这 白的呢留一个粘完断的时候 确保这里连通是安全 贴过来 再飞 黑旗的收获呢 是贴过来之后 把这两个子可以说吃掉了 白旗应该跑不了 但是付出的代价呢 是这边 两个子齐经被吃 而且中斧一代 白旗在这儿 还有比较 还有一些潜力 黑的飞之后呢 白的扳 黑旗当然要扳住 冲 这必须打 再一连半 白的这一连半呢 是好奇 这个连半很犀利 首先黑旗肯定是不能从这儿断打 如果从这儿断打 被白旗这一断 这两个子或这边 不能两全了 那么黑的如果从这边断打的话呢 从这边断打 比如说这样打出来 或者这样的话呢 在这里又有一定的问题 这一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白旗就简单的断吃在街上 黑旗就被卷进去 粘的话被挡 气不够 霜也是不行 冲的话白旗挡住 黑旗被断开吃掉了 也就是说断的时候 黑旗不能长 那么损失还是蛮大的 这个会被白旗吃掉 所以白的这一连半 连半是一个很漂亮的手镜 白旗现在使出了一个漂亮的连半 这个手镜 我们来看一下黑旗怎么应对 白的这一连半 黑旗旗不能从这儿断 从这儿断呢 也是心有不干 那个子会被吃掉 黑的现在冷静的很顶 白旗这一连半 黑旗冷静的很顶 看看白旗怎么走 当然不能这么下 这么下的话呢 黑旗多了这个子这一断吃 白旗这连半就失去意义 如果你这样粘 那也不行 黑旗就连根吃掉 黑的这块已经活了 白旗这个 剩下白旗自己在这儿 是没有办法活的 这都送死 所以横顶也是很冷静的应对 这一斑这也横顶的挺精彩 我们接着看白旗怎么下呢 白旗把这个一断 这地方战斗挺复杂的 白旗一断 黑旗冷静吃掉 这时候黑旗为什么不长 因为这个吃是非常大的 这一吃的话白旗全逃了 黑的自己反而还变得有点薄 这木术也非常可观 黑的如果长的话 这边实际上白旗有什么特别严厉的手段吗 好像也特别厉害的手段 我们也没有看到 比方说白的如果这么下 反正怎么走都总感觉 不至于把黑旗吃死的感觉 黑的还是有办法应付的 黑旗现在吃这个 吃这个之后 白旗把这个吃掉 那么可以说收获还是蛮大 白旗吃这个 那么在白旗这搬完 连搬出来这个战斗当中 可以说白旗是获得成功 吃掉了这个子 跑掉这边跑了一半 好 那么黑的 拖先扣吃 刺一下先手便宜 再打吃 这个提呢也是必然 白旗冲 黑旗打吃 这个大致都得硬 否则被白旗一虎的话 全都跑掉 那整个这边都被白旗席卷一空的话呢 黑的就等于都在走单关 什么都没走到 吃这个 之后白旗把这个冷静沾上 沾上之后呢 还瞄着一些手段 还有手段 这里比方说白旗打吃 黑的如果提 白旗有这个 靠 靠在这 靠断 黑的如果往上走 那么白的这一贴 黑的不行了 往这走呢当然有虎吃 所以黑旗这里还残留有问题 借助瞄着打完靠出来的手段 黑旗贴在这补一手 把这毛病补掉 那么这两个交换白旗又便宜 因为本来黑旗打拔是先手 白旗脚上得补活了 现在白旗能粘到 木树上又便宜不少 这一带的战斗结束之后呢 感觉到白旗开始领先了 开始领先的感觉 把这两个旗筋吃掉之后 这边又淘掉 黑旗就吃了这一点 总觉得收获不大 点在这里 这要充断 不得不补 先手便宜一下 打车 之后呢 扳 挤住 立下来 挤呢 是先手 白旗脚上呢 需要做活 先立下来 把这个子粘回来之后 火脚 先手粘一下 小尖出来 这一带如果被白旗走过来 靠或者飞的话 中幅还是挺大的 黑旗尖 把它拆一个 拆一个也不小 自己能尾点空 同时也瞄着黑旗眼位上一些问题 如果白旗走过来的话 黑旗自己眼位上也需要有所顾忌 扳 扳 挖 接上 之后呢 虎 虎在这儿 白旗就必须补齐了 否则脚上点这个 这是一个截杀 脚上局部是截杀 那么黑旗如果直接点的话呢 直接来打截杀白旗的话呢 他担心白的挤断 担心这个挤断 黑旗虽然这边可以连回来 但是呢 白旗脚上气还是挺长的 又是打截 这边被摆的下来的话呢 一个是 黑旗自己不安全 所以白旗即使现在跟黑旗打截 本身也有截材 打完之后 黑旗自己不安全 所以黑旗不敢打 这个截 那虎了之后呢 黑旗两边可以联络 再点进去打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无忧截啊 无忧截的话白旗也打不起 所以 白旗的补活 白旗把这补活了 只要黑旗的断一下 这个断呢 应该没有太大意义 本身直接立也是线索 立完白旗入骨头线 黑旗再断 白的也是死的 断一下 再立 白的站上 之后呢 黑旗长 白的跳一个是奔锁 否则的话 这地方黑旗可以滚包 或者小剑一下 白的就足够难受 跳一个齐心的要点 贴回 把梁子连回来 把梁子连回来 同时也分断了白旗 白的呢 剑 剑一个 可以说把自己加强 同时呢 也把这两块之间的联系分断 威胁着这一块 价值也还是挺大 主要是跟双方的厚薄 还有 有比较大的关系 可以等等 点一下 把它挡住 一起搬 这个时候 如果黑旗不把这个子 如果黑旗不把这个子吃掉的话 这个实地上 应该说是 白旗肯定是 占有优势的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看一下这形式 这白旗把这个分断了之后 将来这挡下来 还要搜刮黑旗 充实先手 如果一旦挡下来 黑旗这块还得去上边作业 这地方白旗还留有什么吃一颗子 所以黑旗整体的话 实地上是 可以说比较少 这地方我们简单的把它看 如果把它看成打吃毡上的话 这里大概黑旗10亩 那么这个地方呢 20 2122232425262728 这一带如果不算吃这颗子 黑旗也就是30亩 因为这白旗还要打过来 30亩出点头 加起来全盘要数 数个35亩就差不多了 而白旗这块呢 10 15 16 17 18 19 20 212223242526272829 33 3333 33 白旗显然35亩是朝上的 所以现在黑旗实地不足 就算这块有点薄啊 或者怎么样 也一定要先把这个纸 这十几木旗先吃下来 才有可能跟白旗就说在 实地上再先抗衡 那么搬完长之后呢 不只是吃下这个纸 这还留着断打的问题 这一断打的话 白旗中辅 中辅白旗还不好交代 白旗飞这个 补这个断点 补这个断点 之后呢 黑的爬回 黑旗连续抢了这两票实地 这个我们说了 挡下来也非常大 黑旗还得去做活 爬过和搬 这两个地方实地抢到之后呢 黑旗就说实地不足的这个问题 得到缓解 白旗尝一下 当然要挡住 来的飞 飞一个 看是一边收官的 一边威胁黑旗这块旗的眼位 我们可以看到 黑旗这块旗现在是没有两个眼 打 小尖 这部小尖 这个 它的意图呢 小尖的意图呢 是期待白旗挡上 然后呢 黑旗就可以顺利拖过 黑旗这样活呢 黑旗如果能这样活显然是最舒服的 这是活的最舒服的一个办法 但是呢 这 肯定是不太现实 白旗不可能挡住 让黑旗这样拖过 白旗是 砸钉在这里 这一小尖它的问题是 这地方本来黑旗可以 如果想要坐眼的话 拖了立 拖完立下 之后 这里白旗需要阻度 黑的可以在这做一个后手眼 需要做活的时候 这里可以做一个后手眼 而黑旗肩在这 白旗立下之后 黑的等于把自己的 把自己的眼给灭了一只 所以可以说黑旗这个小尖 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背水一战 他觉得可能不这么拼的话呢 黑的 可能也是不乐观 肩这个 白旗当然立下去 而肩这个 现在威胁这个 如果冲 白旗就挡住 这边实际上白的是 如果从这边断是没有 因为很明显 这个地方 黑旗自己还会被断 如果挖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挖白旗不能打 打的话被黑旗刺势先手 这一打就把白旗断开了 走这个也是不行 走这个黑旗就冲 走这个依然被断了 上边三个字死掉了 如果鼓的话被黑旗一接 这边又断开了 那么白旗要接 接住的话 黑旗冲过来 白的接的黑旗都可以连上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黑旗可以把这块白旗整个断开 而白旗是做不出两个眼的 做这个眼的话 这边没有一个眼 可以杀白旗这块 简单的说就是 可以杀白旗这块 但是呢 白的就补活之后 黑旗这边 不可能再做两个眼 都死掉了 那么这样转换的话呢 这块比白旗这块大 所以黑的还是不行 所以这个地方 黑旗小建议一下 期待白旗连回 黑旗舒舒服服的度过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恐怕白的就形式不乐观了 但是白旗强硬的一力 要跟黑旗转换 黑的吃这块不够 所以还得在这边想办法 但是要在这边想办法的话 这个粒在这已经灭掉 黑旗就说一个眼位了 要在这做两个眼呢 基本上也属于不太可能 我们看看黑的怎么办 从这里断吃 从这断吃 白旗接住 这个刚才我们小建之前 稍摆了一个次序 黑旗在小建这个之前先贴了一步 先贴一步 白旗呢把这个斩上 这个贴了之后呢 它有个扳下来的手段 有瞄着扳完连扳的手段 打吃是先手 虎这个是先手 所以白旗是不能从这断打的 所以白旗是不能从这断打的 我们可以看成这个是先手 如果你从这断打的话呢 接上当然被断吃了 走这个的话 黑旗打冲下去 把这个子割掉 所以呢贴一个白旗需要补齐 白旗接在这补也很舒服 接完这个从局部来说 可以说这个接就是先手 这要扳下来 这一扳 黑旗是过不去的 扳下来黑旗脚死了 接这个是先手的话呢 白旗中复也就厚了 从墓术上来说 本身这一战也很大 而黑旗现在看到 如果简单的做活 是应该是不够的 要想做活的话 黑旗打就可以活 打吃式先手 这已经有一个眼了 然后呢 刚才我们说过 这托了力会有一个眼 中间尖顶 中间尖顶应该是 还是会有眼的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白旗如果要强行破眼的话 黑旗粘这个是先手 这一段 这要充斥你接不归 你只有粘上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可以得到一个眼 再加上打吃式先手 这有一个眼 黑旗是活了 黑的是活旗 但是黑旗现在没有做活 而是 尖在这儿 显然这个黑旗这一方的 阿尔法够 他判断 做活的话形式是不乐观的 必须跟白旗拼一下 拼到这个 我要是能带着木 这样活的程度 黑旗可能才差不多 但是白的绝对不会答应 白旗这一粒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计算路线的话呢 黑的现在这块实际上已经活不了了 如果你现在再这么走 那白旗把这个眼破掉 白旗不能破这个眼 破这个眼的话 黑旗走这个还有靠什么挤的手段 那么白的就简 最简单的把这个沾上 我们看局部的话呢 你现在断我可以走这个 这样的话 局部 黑旗这个眼做不上 被白旗破 所以这地方 双方要决一死战 看看黑旗有没有什么 厉害的手段 那黑的 黑的是 先断打 这一断打被白旗粘着产生一个斑 但是现在 就现在这个局面 这都不重要 黑的斑 白旗挡住 现在当务之急是 如果能把这个活掉 又能把白旗冲断 那黑旗就 就能赢了 但是 这个目标好像 很难实现 再打 打完再打 白的接住 冲 接住 糊顶一下 糊顶 摆在街上 先接一下 黑漆充 把白漆漆充紧 接上 然后还在站 白漆当然是斑断 把黑漆给斑断 黑漆一键顶 这一键顶 这地方呢 这地方黑的如果冲 冲也没什么用 冲白漆就冲这个 然后这个子不是齐筋 白的就把这个吃了就行 如果虎的话呢 虎的话白漆 感觉办法也比较多 这打吃是先锁 这是齐筋必须占 这一冲 双打吃黑漆就不行 黑漆现在尖顶这个 白漆也是一打吃 反正他就认准了 你这俩是齐筋 而且现在黑漆 即使得到打吃先手 能把这块做活的话呢 白漆把这个一断 黑漆现在如果 如果只是这样后手做活 白漆把这个一断 这个黑的也是不太行的样子 白漆打吃 黑漆沾 再等接住 好 团 团 团这个 那么白漆当然是要冲断 这个对杀呢 是一个双活 如果黑漆这样双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双活的话 这块虽然是双活 但被白漆冲那块都死光了 现在都把这个沾上 沾上的同时呢 这地方等于打吃是先手 暂时还没有演 白漆挤这个是先手 挖完还可以再挖 但是因为有这个断的关系 黑漆呢 还是要做演 白漆冷静一沾 把这个沾上呢 长气 它避免 因为黑的挖的时候 白漆不能断 断的话被黑漆这样打吃打下去了 白漆只有沾 如果被白漆 如果被黑漆扑到的话 这地方如果被黑漆扑到呢 虽然白漆也都能连 但是最起码黑漆都收紧了 把这里都收紧了 大家简单摆一下 都收紧之后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黑漆这个先手连回了 再把这个双活的话 白漆自己还没活 所以白漆也不能大意 把这个沾上 下一步我要冲 挖再长 把你的眼破掉 同时呢 把这口气宽出来 不让黑漆扑到 把这口气宽出来 随时确保这一斑 能吃掉黑漆 白漆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这里可以吃你五子 这里可以扳下来 白漆自己就彻底安全了 一起挖 接住 读过 扑一下 提掉 这都没什么关系 总之AB两点 白漆保证能得到一点的话呢 这块就没有事了 更何况这里还有冲了长爬 所以白漆是没问题的 下到这儿呢 可以说 可以说黑的已经是 没什么路可以走 这地方 黑的如果走这个 我们简单看一下 白漆脊先手把那个眼破掉 黑漆是 黑漆是死的 这地方是做不出眼的 接的话白漆可以挖完再挖 做不出眼了 也就是说黑漆这块做不活了 那么接下来黑漆扑 这扑一个没有太大意义 但是 阿尔法维奇 一般来说在它 在它有点 就是走 怎么说呢 走投无路的时候 它会使出这样的手段 扑 完了再扑 这个 打几个僵 走投无路 它也在看它 它下一步 还有什么 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好 扑几个 走了几步之后 一看这块呢 肯定是活不了了 冲 白漆打 哇 白漆冷静的一战 冷静一战 这个 嗯 你说白的已经看得很清楚 黑漆贴在这里 白漆一断 白漆一断 那么如果这漆继续下去 黑漆当然只有沾着一步漆 那么白漆打车是先手 这是命令 黑漆只能沾上 白漆再把这块 因为这黑漆刺完一挤 白漆没活 白漆再把这块补活 那么就等于形成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的话呢 黑漆吃掉这一块 但是白漆把这边全吃光了 如果 如果这漆 是这样进行下去呢 黑漆肯定是空不够的 所以 所以呢 所以这漆下到 那这地方 下到白漆这一段的时候呢 黑漆就投资认输了 好 那么这还是 战斗的很精彩的一局 这盘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